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毕竟也是没有办法的嘛 因为新手上路还是要请多关照的 所以这次就来重新制作一下这个视频好了 上一次对这个视频没有做过多的解说 是因为怕我们CW战术暴露 但是克兰里面丢肥皂的大佬们纷纷表示 呆就不懵呆呆 那我就来吐槽的说一说好了 首先开场我的插地轮 先卡到了这个非常恶心人的位置 其实这个位置没有任何作用 除了恶心别人一下 就是等着被别人打死 但是这次开场显然有些不同啊 突然视野里面出现了一个意外之气 对面派回来一只作死的T6RA 我也不知道这个T6RA这个走位是要闹哪样 那大概就是给我送肉来了吧 那我也不能客气是不是 果断一梭子把它带走好了 好 我们现在重新对这个战斗进行一下补充说明 这场战斗发生在King和Kubai Company的二队之间 那Kubai Company本身呢是美副一支中等系列的空会 我们这张地图在耶路戈斯基上 是一张地形比较复杂的地图啊 有山地有雪地又有城镇 而且是一张冬季地图 看上去比颜色比较单调 那么这场战斗有三个石角组成 分别是我开的查迪伦R5T 天造R33同学开的T20E5 以及我们的指挥Altasa同学开的英国高超炮 好 那么在这里稍微揣摩一下对面的战术 大概就是让那个T6RA前来肉针点亮我们山下面的车辆 然后让他们山头上面的重火力进行输出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的车辆基本上都已经完全了隐蔽 所以这个时候被点亮了 只有趴在半坡上的那两个中坛迷点 以及我们的T20E5 所以不出意外 T21E5遭到了敌人火力最大程度的照顾 但是这个时候PenselR33充分显示出一个大自怪的个人战术素养 利用这个小半坡以及少数的掩体 在这里辗转腾挪 硬是闪不逼了很多发火炮 还四次进行输出 可见这个时候敌人的中坛击群冲入我们阵地 实际上是陷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当中 处在一个三面背大的交叉火力之中 分别是我们半坡上面的Medium 以及这个不断恶行人的T21E5 更重要的中火力则是在最后面的268 以及更远的西山上面的杠七和杠四 在这一轮漂亮的激活当中 对面冲入我们阵地的三个中坛 满血中坛已经被全灭了 这时候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中坛 光吐下来收我们的E5里妹 但是没有成功反而被PenselR33射掉 这也身高着敌人突入我方 阵地的重坛击群已经全灭 这个时候只剩下山顶上还有一个大巴顿 以及一个残血车辆还在苟延残喘 但是这辆辆车是会被我们趴在半坡上的T62A 以及侧面的XD625T持续点亮的 这就可以让火炮非常方便的进行输出 你们是看到我们的火炮随即一发带走一个 然后大巴顿也损失了300多的血量 开始慌张的前后移动 企图规避火炮 但是还是被我们西山的车辆打死在原地 从对方的车辆配置上也可以看出 对面指挥官这个战术有相当大的想当然的尘分 因为如果他真的想打GG6就应该采用50B这种车 而不是T57和E5这类速度比较慢的车 这样不但不能抢占先机 反而会把自己的重火力暴露在一个四面挨打的境地 显得非常不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查迪伦掉头去点亮另一侧 果然点亮了一只呆萌的110E3 这个E3好像没有灯泡似的 完全看不出什么反应嘛 没有任何动作 他居然灭灯了 这隐蔽性太不科学了吧 我们看一下德西吧 这个时候可见火炮已经预秒好了那个地方 我就试图再怕亮一下 果然亮了 火炮给了他狠狠一击 这个时候打了一发大水炮 没有办法 如果内发不水的话估计已经把他收走了 但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后圈就是那么大 在那边也打他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E5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山脚 这个时候比方已经上升到了10比0 但是我们的E5还是非常谨慎 11比0了 E5非常谨慎啊 生怕转角遇到爱什么的 发现没有转角遇到爱 反而转角遇到了一只菊花 果断摸了一下浮三炮的屁股 浮三炮有点恼羞成怒啊 老虎屁股摸不得我 浮三炮的屁股你就敢摸 刺激八坏地掉过头来准备抽一下E5 结果发现自己的屁股又被人摸了两下 唉真是一个叫人悲伤的故事呀 E5这个时候也是探头 利用浮脚摸了一下浮三炮的小包包成功地把它收掉 好的 我们的查地轮也从那个没有什么用处的地方跑了出来 毕竟现在已经是占据的尾声了 这个时候满血的车辆不多了呀 你们这些残血的车就退后吧 让满血的来保护你们 毕竟现在CW采用属锁车模式之后 每辆实际车都是非常的宝贵的 不可以轻易的损失掉 让我们的查地轮利用机动性 在敌后进行迂回 准备帮一把队友 可以看到查地轮的机动性始终是他残局抢肉的一大有力保障呀 这时候看到了一只子弹正在跟我们的杠器顶顶的二流八 放开那只杠器 二流八 有什么事冲我来 好把收走之后果断就只剩下了一只火炮 全间党的胜利呀 这个时候我在频道里面大喊放开那只火炮 让满血的来 队友们纷纷表示你行你上啊 结果 来一发 然后再来一发 说好的让我上呢 说好的让我上呢 你们这帮人偷狗 好了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 又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